OK精彩继续 今天我们来聊 还是导学的部分啊 我们对市场的基本的认知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了解你是个老股民 你完全可以跳过 现在聊什么呢 我们找股票的时候 应该关注什么东西 有些人说应该关注财报 财报代表着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 有些人说应该关注消息 要了解一些突发的情况 好 有些人说应该解读政策 就是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预期 有些人说我应该用一些传统的技术指标 KDJ MACD啊 军线啊等等 布林带 还有坊间盛传的很多 说我要用分时图啊 用大板啊 做盘中提加零 无论你听说过什么 有些东西我刚才说你都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我们该关注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一家公司的经营情况 我应该知道 为什么 经营的好 这家公司才能好啊 才能涨啊 不能说这个认知是错的 但基本上不对 为什么 一家公司财报好看 经营情况好 他公司股价就会涨吗 不会 可以说 不是不会 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不会 所以就说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家公司经营的怎么样 老板是谁 背景是什么 跟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涨不涨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看茅台 另一个极端例子 我们看中石油 谁觉得中国石油这家公司不行 要倒闭了 有可能吗 谁觉得他经营的不好 觉得他利润少 有可能吗 他就不涨啊 茅台我们都觉得他能涨 但是我们觉得他茅台酒 能卖的更多吗 那也就这么多了 他产量就那样了 他经营情况怎么样 一直就不错 但是没有好到那个份上 那凭什么茅台的股票 从几块钱涨到几十 涨到几百 涨到几千呢 那比他财报好看 漂亮的公司多了去了 所以这事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看上去好像很合理 包括这些 我就不一一说了 这些东西都全都不重要 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我们要关注的是市场情绪 我们给大家讲的也是技术分析 讲的是什么东西 市场要涨还是要跌 情绪高涨 大家都觉得要涨 那家公司涨 涨了以后 我们买 买完以后涨涨了 就挣钱了 就完了 那财报好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所以我们我们给大家课程 说的这个技术分析 不是传统那些指标 也不是那些分尸图 打板啊 等等那些 你能外边听到的 我这讲的你大多数内容 你是听不到的 除了基础的部分 跟外边讲的一样 核心的东西 跟外边是不一样 所以真正了解市场 理解市场 知道要涨要跌的人 是少数 我们去挣那些不懂的人的钱 好吧 我们给大家讲的技术分析 了解市场情绪 那我们怎么来做 我们要读懂K线 我们打开看盘软件 打开以后 看到这是我们的大盘 上证综合指数 补充一个小概念 我们一般说大盘 就是指着上证综合指数 这种指数我们有很多 这就是很多股票价格 把它集合到一起 而我们最常用的 最管用的 最值得分析的是上证指数 你说深圳 深圳不是也有个市场吗 对 但是深城指 深圳的那个成分股 那个指数很受伤 它不代表市场 这直接当一个结论给大家用 我们看大盘 就看上证指数 你打开看盘软件以后 默认一般就是这个 或者你说找不着是哪个 按那个功能键的F3 任何一个软件 按功能键F3 都是这个 大家统一的 好吧 打开以后 上证综合指数 我们看到这个盘面上 一个一个 红的绿的柱状体 这代表盘面的涨跌 那具体怎么来解读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K线 没有A线B线 只有K线 就字母K 我们就统一这么说了 这个K线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怎么看它 很简单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类 红的和绿的 如果您分辨不出颜色的话 也没关系 我们就看实心还是空心 空心的 红色的 我们管它叫做阳线 实心的 绿色的 我们管它叫做阴线 中国人对阴阳很好理解 阴代表收敛 阳呢 代表发散 阳线实体部分是空心的 代表上涨 而阴线不改颜色了 代表下跌 就先理解到这 很容易 你说没靠过盘 你就从这开始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次 基础上再多一点 因为我们看盘面上 有的它不是一个方块 有的还带个尖 甚至有个尖还很长 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阴阳线的 一共要关注的四个价格 它以一根 这么一个柱状体 加上有的上边带尖 下面带尖 来代表 这一天的走势 这一天走势 一共四个关键的点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 如果是一个阳线的话 开盘价实体部分的下沿 这个位置 然后经历一天的上涨 然后涨到这 下午收盘的时候 说在这 这是盘中达到的最高价 盘中达到的最低价 是以这个我们叫做影线 影子的影 影线的部分来表示 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上面有针 下面有一个针 有的上面是凸的 下面是凸的 那就没有影线 或者很短 或者很长 都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阴线就把它反过来 阳线最高价和阴线最高价 都是上面这个价 这是没区别 最低价也不变 而变的是什么 开盘与收盘 因为阳线代表上涨 所以开在下面 收在上面 阴线代表下跌 开在上面 收在下面 这个东西不用背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东西 也不需要你背 我们不是中小学的教育 现在你记住了 学会了 背下来了 然后周期末 我们考这个 考过来拿个证 考个分 那玩没用 我们现在的 一定要理解 阳线开在下面 收在上面 然后阴线呢 开在上面 收在下面 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拿阳线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只股票 在这开盘的价格 早上一开盘 9点半 一开盘的时候 8块8毛8 在这个位置 好 曾经盘中 有可能跌下来了一点 开盘了以后 往下走了走 走完了以后 走在这 比如8块8毛6 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下领线 这个尖的位置 然后后来一路高歌猛进 冲过头了 冲到最高点的时候 比如说 9块1毛2 随便说的数啊 在这个影线 这个尖上 然后呢 最终的收盘价 9块03 收在这 这就构成了 他一天的价格走势 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数 是我们最该关注的 就是最高价 最低价 开盘价 收盘价 而这里面 所有这四个价格里面 最重要的是这个收盘价 大家记下来 这个化重点 以后要用 我们之后经常会用到收盘价 来决定 我们现在的行情 是强势还是弱势 之后要涨还是要低 收盘价最重要 阴线这也一样 我就不举例子了 开在这 然后曾经价格上去过 然后又下来过 然后又回到这来 收在这 对吧 同样收盘价最重要 所以 这个阳线也好 阴线也好 实体的部分 是最值得我们关注 去研究的 我们之后 也更多的是看它 除此以外呢 除了K线本身 K线代表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 弄得简单一点 K线 对吧 这个盘面上 现在只有K线 K线代表的是价格 价格涨与跌 最快 最直接 最有效的展现在盘面上 告诉我们之后 要涨还是要跌 如果你看得懂K线 不需要看别的 有些人在盘面上 长得这么花了火燥 一大堆东西 完全不需要 真正看得懂K线的 看K线就够了 如果你说看K线 有的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 需要一个辅助判断的时候 多加一个东西 叫做成交量 成交量在下面 对吧 在这个复图的位置 成交量就长这个样子 成交量 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底下这一根一根 这正经是柱状题 全是一个一个的柱状图 对吧 这个没有尖了 这个成交量很有意思 都是一个人柱子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看呢 很简单 我们其实我们给大家讲的课里面 用到成交量的时候不多 是少数情况 实在我们看K线 看不明白了 拿成交量来辅助判断一下 绝大多数情况是不需要看成交量的 但是看的时候也很简单 成交量 我们看的时候 就这么几件事 我们一个来一个来说一下 首先 它出现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图表区 底下呢 我们叫的指标区 我们看到很多KDJ MACD在底下 虽然我们不讲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指标区 它在下边 就是或者叫复图的位置 对吧 这是主图 底下是复图 它出现在底下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成交量 好 这是它出现的位置 然后我们经常会说到 放量与缩量 放量是成交量 成交量有所放大 比谁呢 就跟前一天比 我们说今天是放量的 还是缩量 跟谁比 就跟昨天比 前一个交易日 为什么前一个交易日呢 因为不是自然日 比如今天是周一 那你跟前一天比 就不是跟周日来比 周日没有交易 跟上周五去比 如果上周五是个节日的话 那跟上周四去比 总之跟前一个交易日来比 放大还是缩小 对吧 放大的叫 叫放量 缩小的叫缩量 放大一点点也叫放量 只不过那个放量不明显 而缩量也是 缩小一点点也叫缩量 只不过缩量 缩小的不明显 仅此而已 好吧 这都是跟前一天比 放大还是缩小 再有呢 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天量还是地量 这个其实我们用的也不多 但是别人说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 天量 就是短期突然放一个特别大的量 比如我们随便找只股票 嗯 我们随便找一只股票吧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段 这个成交量不需要放的特别特别大 但是要很明显 我们随便看一段 前一段时间我们来看 我现在下边 我放这 我现在手指这个位置 它的成交量 总体来讲是比较低的 在一个很低位的位置在徘徊 对吧 总体的量就就没有超过这条线 偶尔有一个超过超过 但是突然有一个放的特别大的 这个我们就这一根线 我们管它叫做天量 突然一个爆发式的成交量的放大 有可能是前一天的十倍 二十倍 就这种成交量 比近期的都多 在一平之内 它是最高的 而且高的特别夸张 这个事叫做天量 而反过来呢 地量就是其实底下这一段 假如没有这个 底下这一堆 之前是逐渐在缩量缩量缩量 缩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就在底下很低的位置开始徘徊了 偶尔有一个大的 无所谓 总体来讲 这个叫做地量 地量的同 出现的同时 一般在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天量呢 也一般是价格往上突破的位置 这个之后用到的时候 我们会提 其实用到的时候不多 知道就行了 有一个了解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放量缩量 成交量这个东西怎么看 放量缩量是最常用的 偶尔会看一看天量或地量 然后有也有人说这个音量和阳量的问题 音量和阳量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成交量的颜色 红的还是绿的 我们在看到这的时候 有的红的 有的绿的 其实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的颜色 当天K线是个阳线 底下的成交量对应也是红的 也是个阳量 这是个阴线 对应成交量也是阴量 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老股民都知道 不用我说太多 新股民呢 没做过的 大致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通通不用备了解就好 好吧 那么今天到这之后精彩继续